大盘上午头半个小时冲高回落 然后出现横盘震荡 在这种震荡期间 好多人现在又迷茫了 因为冲高回落期间 很多人都发现 最近这些天没有赚钱效应 因为自己那个账户不太涨 而今天的冲高回落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那么多的时候 今天上午有3000家在下跌 现在是大盘股在下 小盘股在上 也就是大盘股今天出现了拖累指数 那么不光是这样 跟着我这个比向后看 北上资金上午净流出16个亿 而且现在市场的热点呢 出现了分歧加大 前些天很多东西 涨得都不错的 你像数字经济一类的啊 也出现了粉化 一大票 你像Chat GPT 包括AIGC 还有鸿蒙软件等等 Web3 他们都出现了下跌 这个实际的扣了不少人 而另一部分呢 你像新进来的新贵啊 6G 包括一些导航 还有量子技术 这些东西都出现上涨 那么他们主要的原因 现在大家都已经能分析出来 他们的上涨 跟现在新的风向标是有关系的 现在新风向标是什么 就是以军工板块为代表的一系列东西 这些东西由于太神秘 咱们不能多说 只能说今天上午军工板块 涨得比较不错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再看 今天上午啊 大盘可是放量了 6100亿 前些天大盘没有这么多 很多 我们这已经很多天了啊 大盘一直上午的时候 围绕着5000多亿在运行 那么在这今天上午放量了 6100亿 同时今天大盘权重指标股 还出现下跌的情况下 那么到底这些资金都进哪去了 是不是风格又开始转变了呢 对呀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看一眼这个板块 你来看 今天上涨最好的呢 就是以碳中和他们为代表的 而且碳中和里面长得最漂亮的 就是光伏 光伏为什么又长得这么好 咱们不说光伏它本身啊 咱们从光伏它的这种K线图走势 那么再缩小一点 它可是充分的回调了一阵 而且落地 现在呢 又出现反复低点抬高 看到没 低点抬高 低点抬高 那么光伏在这 能不能引领一波上涨呢 众所周知 我们国家的光伏产品 现在是遍布世界各地 尤其我们光伏的产业链 那叫人家垂前三尺 所以说光伏这一块呢 只要它要启动了 还真还行 因为这一块板块带动作用比较强 更主要的 我们现在发现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探中和 中成药 包括这里面最一大票的就是各种军工类 你像船舶呀 这都是国防军工这一类的 那么今天军工的启动呢 可能是跟着预算有关啊 这个预算这不又增加了一些吗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有很多时候呢 像军工这些东西呢 他们都愿意出现一日游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小些 你看国防军工板块 现在如果长期来看 它是一个就这样的形式 并不高 从上面下来 但是如果看近期啊 它盘整的可到位了 现在这是三重点 那么如果它起来的话 这个也没有压力 所以说呢 位置决定了性质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这儿呢 它不是说的非得震荡向上 而是说大盘要想上涨 必须得有热点 这个是关键 如果没有热点 大盘相往起推很难 就像前些天 什么东西在涨啊 不都是大的中字头在涨吗 今天上午呢 中字头可是回落的 大家来看 中字头 给这儿回落的还不少呢 看 就这个 今天是冲高回落呀 这是中字头的表现 如果中字头 今天不是冲高回落 而是冲高之后横盘 那么大盘可不像现在这样 大盘现在可能又涨了个盆满钵满 如果大盘这些中字头 今天不来吃资金 也就是 中字头今天要是不出现冲高回落 那么其他 其他一些热点 也不容易产生 大家 这个就是一个翘翘板 因为市场的资金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如果都呼到中字头上来 这很显然 那么就会拖累其他的一些热点的产生 如果没有热点的推送 再怎么样的涨 市场上成交量在不大 官方气氛在浓的话 那么市场就不容易 行情就不容易向纵深发展 另外大家看一点啊 今天虽然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意思就像这样一样 盘总建的最高点挺有意思 四个三 那么四个三现在建了高点之后 又来了一根下影线 如果这根下影线要是坐实了的话 这可是一个反包大阴线呢 那么大家这个位置可得多个心眼 也就是上方的压力 记得吗 是多少 3340点上方到3350点下方 这有一个调控缺口 就是前期这块有一个调控缺口 去年的七月份 这不是这里吗 给大家画出来 上方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压力区域 但是现在啊 我们说上证指数现在出现了是一个冲高回落 而且K线形态呢 表现了就这么一个走势 但是今天上午的看 创业版可不是了 创业版可是一个探底回升 而且探了个最低一点 大家瞧 三 就是2393附近 你看 如果按照创业版这个分时 探底回升 是不是要回转呢 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是不是拐点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放大一点看 这个位置 从日线级别看啊 拐点并不是 那么从60分钟这个图再看一眼呢 这个位置可是出现一个60分钟级别 好几次底背离 所以说 在创业版这个问题上 我们现在真得考虑考虑 因为我们在周日做策略会前 是这样说的 说创业版和上证指数 没有形成一个同向共振 所以大盘在这个位置 想起大行情不容易 你看 咱们的创业版现在是 A浪下跌 B浪反弹 C浪下跌 这不是使一个下跌当中吗 即便是反弹或者是反转 它也得先反呢 那么它还是下的过程当中 这个跟上证指数就不一样了 人家上证指数好歹也是个上涨过程 并且创了更新的高3333 这不就是一个上涨趋势吗 它跟创业版这不明显形成了一个反向吗 那么大盘要想向纵深发展 这些指数之先得有一个协调性 现在这要想协调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的创业版给这开始出现拐点向上 那么继续上涨 拉起来 拉起了之后 跟上证指数形成一个同向共振 另一方面 以上证指数为例 大家看好 上证指数这个位置 要借着这个洗盘 或者是冲高 上方有这一个跳空缺口 这不是压力区吗 压力区这个位置 如果说 这个大的这些机构啊 还有这些大庄稼 借势洗洗盘往下打一打 或者是往下按一按 这个位置的拉长了一个横盘周期 或者出现一个小下小回调 那么这一波回调 跟创业版 他们形成一个什么 在指数上的均衡 就是创业版涨一涨 上证指数跌一跌 然后他们达成了某种默契之后 你看 如果创业版涨一涨 涨到中轴附近 上证指数呢 在这往下跌一跌呢 也都跌到这个区间之内 这样来讲 他们很有可能产生 产生未来的一个大牛行情 总之 这个位置是指数之间不协调 那么指数之间不协调 我们看 这个权重指标股 也出现了分化 像前前天走的比较好的 这些顺周期 像酒啊 药啊 包括煤炭钢铁有色 就是房地产 大金融 包括券商 这些个东西 今天可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沙跌 那么今天不同程度的沙跌 这代表着什么 是不是有意的在这出现 一个压盘的动作 或者是说 在这等一等创业版的上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风格是要切换的 就是又要切换到成长股了吗 所以带着这几个问题 我们要一定要思考清楚 现在大盘面临着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上方这个位置 又到了一个压力区 3341点 到3350点下方 有一个13个点的跳空缺口 这里能不能直接突破 并且突破去年的高点 这个位置叫3424 能不能一举突破 这个位置我们画个问号 另一方面 这是创业版 如果创业版要想涨的话 你看创业版现在 什么东西走的低 就像这些个 以创业版龙头的 你像这些个 宁祖河为类的 他们走的比较低 尤其是咱们现在 我们看今天走的比较好的 以光伏 光伏是不是现在已经盘出底部 或者是说我们看 碳中和 你看碳中和 这不也是盘出底部吗 再看 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 你再看免疫治疗类的 现在这不已经冲高回落 也出现了一个盘整了 无论如何 大盘 现在指数之间 在这出现了一个分歧 分化 那么必须得形成一个 真的他们要拧成一股绳 向上攻这样才行 所以呢 你看今天上午 什么Chat GPT 包括IIGC 还有一些个数字经济 这一类的 像鸿蒙软件 他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就连涨的比较好的 通信 也给这块 他们进行板块内部的震荡 可是另一部分 你像5G呀 导航啊 量子科技呀 就这些个 也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系的 也跟这些个啊 就是大的数字数据有关系的 他们出现了向涨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 就是轮动 那么现在市场轮动格局大 而且轮动加快 现在散户不容易跟上 所以在这块 很多人都抱怨 说指数涨了 光张指数没涨肉 自己还亏钱 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踏准结盘 现在轮动快呀 那么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追涨杀跌 第二个问题 没有自己的选股方法 换句话说 选股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标准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 大家可以回看 往期股邦的节目 专门有讲体系的啊 在这就提这么一嘴 那么现在说一个总结 上股大盘冲高回落 而且指数呢 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分化 上证指数 现在出现下跌 创业板出现上涨 前些天是创业板跌 上证指数涨 现在掉个了 是不是风格要切换 我们下午要重点关注几样 是不是这个成长股又出来了 如果他们真的出来了 如果他们真的出来了的时候 那么以这些白马股 包括这些个啊 权重指标股为类的 他们这些也包括中资头这一类的 可能就会把资金慢慢撤出来 然后又挪到这些个成长赛道当中 所以我们密切关注这些 我们手中的品种更是要这样 如果不跌破五日线 持股待涨 人家抬轿我们跟着做 这有多么好 如果一旦出现啊 跌破五日线 那么啥也不用说 在这我们还要做出一个减棒的动作 减棒为了什么 减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参与下跌 也不参与这种回调 我们要把这部分资金啊 拿到一些个新起来的 也就是刚刚出现拐点的 或者是现在给这块第二次出现拐点的 那么能跟上这些新热点 新题材 一旦这些新热点 新题材 他们又是集中在成长股赛道股上 这样来讲 我们要跟得上的话 那这些东西起来是非常快的 你看上周的时候呢 像高标股 还有一些跌停板的股 这不也出来了吗 证明什么 注资这新规 现在人们又找到了一个方法 找到了一个出口 现在已经啊 本来原本是有个2%的限制 涨跌服务等等啊 在这呢 人们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操作的方法 所以说打板啊 还有说这个快速涨跌呀 现在又回到市场上 原来那种操作节奏 那么现在来讲 就是这些成长赛道的 成长赛道股 切一些天没有动 主要也是跟这些没有出口有关系 现在出口来了 是不是又回到这些 我们不知道 所以要密切关注 好 在这就说这么一句 如果真的要回到成长赛道来的 那么权重这些东西 可能就要往下下一下 那么我们心里就要多个心眼 好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加了关注 我发视频 第一时间就能收到了 好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